猪肉好吃,牛肉好吃,可能都抵不过人肉好吃 有这么一个农场,饲养员是各种常见的动物 而人类则成为球龙里的牲畜 女性成了产奈机器,男性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这样的农场,你想去见识一下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惊悚电影《人肉农场》 珍妮跟男友自家旅行,来到人烟稀少的郊夜 本来一路赏欢声笑语 可接下来碰到的几个人,让珍妮兴致全无 陆玉汽车抛锚的大妈,男友上去帮忙 反被埋怨夺管闲事 在餐厅吃饭,被老板娘狠狠宰了一顿 饭后还被神经兮兮的陌生男人威胁 说,你们会有生命危险 珍妮听完整个人毛骨悚然 赶紧拉着男友离开了餐厅 半路两人来到一家旅馆 老板是一个面部扭曲的丑男 见两人到来,丑男很是热情 一路送到两人入住的房间 还劈里啪啦的说了一堆废话 男友呢也不厌其烦的跟老板搭话 你可以走了 珍妮突然间不带好气的说道 丑男面色一顿觉得很丢面子 重重的摔门离去 珍妮觉得丑男十分奇怪 他不想在这个旅馆休息 但男友却说是珍妮太累了 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就这样两人沉沉睡去 就连床底爬出来一个人 他们都丝毫不知 珍妮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无论怎样都挣脱不出 随后一个戴着动物面具的男人 拿着手中的木棍敲了敲铁笼 就像教训一只不听话的小狗 受到惊吓的珍妮顿时就安静了 然后被带到一间昏安的铁屋 双腿戴上镣铐被强制分开 他惊恐地看着昏安的四周 这时近来一位兔脸女医 一言不发拿出一个针筒 向珍妮的身体注射了液体 珍妮拼命地挣扎 她做梦也想不到 就在刚才一瞬间 她怀孕了 不久的将来 自己会成为生育机器和活人产耐机 随后珍妮被带到一处牲口棚 等待下一场架工 男友的遭遇更加悲惨 她像是待宰的羔羊 被锁在小铁笼中 醒来后看到很多如她一般的男人 男友大声地呼救 这些人都显得麻木不堪 过了一会儿 走进来一个猪脸男 他带人将一只铁笼中的男人套住 随后一锤砸下 整个过程中 那个男人竟然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 到了男友时 他本想挣扎 可是结果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就这样 猪脸男挑了几个人之后 将他们砸晕 落在一起带往厨房 珍妮这边 她想隔壁一个被困的女孩求救 但是女孩的处境更加的危险 她已经被囚禁两年 生了一个孩子 多次流产 孩子婴儿时被抱上餐桌 而她必须要不简单地生产难睡 吸奶的机器就连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卸下 久而久之 失去生育能力后 女孩也将成为餐桌上的美食 刚刚将这些告诉珍妮 猪脸男就带人来到了女孩的牲口棚 几声闷响 女孩的生命到此终止 隔壁的珍妮已经吓得说不出话 她只能在这里干等 要么等人来救她 要么就是等待死亡 不知过了多久 牲口棚的门突然被打开 只见脑袋上还流着血的男友 亮亮强强地拉住珍妮 带着她就往外跑 看男友的状态 显然是经历了一番死战 离开牲口棚 珍妮搀扶重伤的男友 一次又一次地躲开动物面巨人的巡视 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两人匆忙地逃窜 男友不小心踩到了农场里的陷阱 根本无法继续跑 为了活命 珍妮只能狠心抛下男友 这次面具人不给男友机会 直接搬起一旁的巨石 砸向男友的脑袋 珍妮逃出后幸运地找到了一辆车 她从后面袭击了车主 然后开始逃跑 可脸上的笑容刚刚升起 立马再次降住了 车油箱已经尖底了 没办法只能下车接着跑 珍妮躲开了身后人的追赶 又跑回了牲口棚 从另外一个被困的黄发女口中得知 他们乘坐的大巴停在农场口 钥匙就放在警卫室 于是珍妮带着黄发女 两人再次开始了逃亡 他们终于发现了大巴 打开车门却没有钥匙 于是两人又来到警卫室 珍妮壮着胆子偷出了钥匙 转身和黄发女朝大巴奔去 终于希望就在眼前了 珍妮心无他念 只要启动大巴 两个人就能逃出这恐怖的农场 可她身后的黄发女却一动不动 伸着黄发女的视角望去 整个农场的动物面具人 已经整齐地坐在大巴车内 眨一眼仿佛能够看到 每张面具下泛起微笑的嘴角 最后珍妮和黄发女 被做成烤乳猪的样子 每人嘴里咬着一颗通红的苹果 摆放在桌子上 动物面具人效仿名画最后的晚餐 给电影画上了一个句号 故事到此结束 影片整体透露的反讽意味很清晰 人处互换 当人类即将成为餐桌上的美食 面对已知的命运的时候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抵抗 反过来看 那些待宰的动物 是否也经历着如真妮一样的绝望 但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他们 又该怎样面对这些恐惧呢 不过 自然界的生存规律 弱肉强食不是一个电影可以改变的 否则还能让老虎狮子改吃素吗 食肉不是罪恶 但不可滥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关注阿丹 下期更精彩哦